至於5月15日 我們的政府將會離開教育要求 從水平B 這是美國的經驗方法 離開這規模 代表更多香港人在加拿大 會有充足留意 為那些在加拿大工作的立場 已經在加拿大工作的公司 大家同盟師兄弟 找到多少兩份分 至多我要大份 你要細份 我要曬 又可以 Hi YouTube 今天是7月11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今早聯邦政府宣布修訂香港救生艇計劃發背 而當中最重大的消息 就是Streambe 已經不需要 受到學歷限制 即是說沒有大學畢業 都可以申請 而這條片亦會很快地總結發佈所說的要點 有什麼人受惠,還有什麼更新等等 希望我可以幫大家盡快取得最新的資訊 好,那我們一開始就說一下有什麼更新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8月16日Stream B已經不需要限制五年內畢業 本來五年內畢業才可以申請OWP 但後來2023年的月,就改了十年畢業就可以申請OWP 但問題就是即使是有十年內畢業的OWP 都不可以申請OWP 因為OWP的要求都仍是五年內畢業的 所以這些人就需要逛衣衣 或者找其他方法去申請OWP 但到了7月11日今天就宣佈了 2023年8月Stream B已經不需要在五年內採取這個要求 換言之,其實你現在有OWP就一定可以申請Stream B 所以只要一天你有OWP在手 一天就可以申請Stream B去做PR 我們亦都在這個發佈會裏面整合了一些問題 例如有記者就問這個政策是不是永久的呢? 當然就是,這個政府已經說了是一個永久的改變 不是一個試行的計劃 也有人問會不會考慮不需要CNCC都可以申請Stream B的PR 這個暫時都說是Case by Case 就沒有打算完全去消除CNCC的要求 OK 最後也有記者問到 是否只可以用OWP才可以申請Stream B來申請這個PR 答案就是,不是的 只需要你在加拿大做夠一年的 無論你是什麼簽證都好 除了這個夠申請OWP 如果你是用其他方法來加拿大做事的話 都可以申請Stream B的PR 我們在這裏再說一下 除了OWP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透過Stream B申請PR 我們認知下 有四個Permit可以用到Stream B來申請PR 首先就是OWP 第二就是透過SP或OWP申請的SOWP 這班SOWP的人 只要他做夠一年都可以申請Stream B 第三類人就是拿著IEC的Permit 即是Working holiday過來做事的人 只要做夠一年都可以透過Stream B來申請PR 但申請Stream B期間 你都要想辦法留在這裏 這樣才可以搞定這個申請程序 第四類Permit就是LMIA 就是要一個僱主擔保來加拿大做事 做夠一年才可以用Stream B來申請PR 這就比較困難 又或者你如果有方法可以在這裏transfer過來 又或者是認識人去擔保你 那你都可以走這條路 以上就是我們聽到發布會上的重點 還有一些updates 最後最重要就是 大家記得這個申請Stream BPR的deadline 就是這個26年的8月31日 那換言之呢 就需要在這個25年的8月1日 就已經開始在加拿大做事 那之後呢 就可以給多些時間自己去apply這個PR 其實都要再早一點的 因為你過來 就是越來越多人過來 都會越來越多競爭 運工都要找來一點 相信這個政策呢 都幫了很多本身 可能想走Stream B的人 但迫著要走EE的人 因為他學歷那裏不夠資格 那我覺得這個都不錯 可以幫到更多上來的人可以來到 我就覺得都不錯 就是多些人來 始終這裏都是靠這個人鏈戰術 人鏈戰術 那就可以認識多些人 就build up多些關係 就是都我覺得對這裏 就是很有幫助 對啦 就是一些connection 都會可能多些機會 但是呢 就要留意就是越來越多人來 那就可能一些工 或者屋都會搶 就是資源這方面 其實就是這麼多 就是短時間之內 都不會爆出來的 那這件事 就可能要遇到多些預算才過來 就是可能要遇到多些時間去找工 FYI就是 最近多倫多Tamperine的租金 就是要2600 就是起碼2600 2600 有些個別例子就是2400打賞 但是現在很多都是不包店的 就是它新一些的 嗯 本來就說想搬屋都不能搬 哈哈 本來就說想搬屋 之後搬到 大一點點 現在這麼貴 真是想定一點 沒錯 好啦 那這條影片就短短的總結了 這個發佈會的一些資訊 那上來的人就快點來了 其實都2026年了 其實都不是很多時間剩的 那這條影片就到這裏 希望都可以幫到大家 那還有呢 就記得comment和share 還要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follow我們的IG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其實拜拜 興奮一點 拜拜 真的不興奮嗎 好興奮啊 這樣的消息不興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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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